古早味的传统米香 香香脆脆让人一口接一口 除了是香甜的零嘴 在台湾礼俗中更拥有着深远的寓意 俗话说假逼香 做成圆的造型就代表着喜气圆满 当然也可以变化出不同的造型 一家历经一甲子的老米香厂 第三代接班人大胆尝试新思维 把米香做成了爱心和小熊的造型 希望为年轻人的婚下市场 带来不一样的选择 也针对了口味推出了枸杞 包种茶等十种风味的小铃嘴 这些勇敢的尝试 让年营收飙破了两千万元 来看这位八年级女生 把米香变出哪些新花样 炸烹后的金黄香米 加入枸杞 黑芝麻 杏仁片等 下去拌料 接着淋上用古法熬制的麦芽糖浆 赖文芳说这可是米香的成败关键 其实现在的人比较不喜欢吃甜 你要把糖度降低的话 这个是有技巧的 就是锅子里面的糖不能让它太浓稠 要保持就是说比较清晰的那种 这样子的话做起来的米品会比较好吃 大家都还在睡觉 他就要先起来熬糖浆 因为其实熬糖浆它需要时间不是说锁大了 如果它的温度到了 它就可以停下来 趁米香还温热着 得赶快入磨成型 乔晋大片仿佛画作般 没得让人惊艳 吃下去的口感更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其实我们加进去的配料 你可能单独看它 或者是它用不同的烹调方法 跟它加到米香里面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像我们之前有推出一个香菜口味 有的人会觉得不行 香菜是大魔王 但是其实香菜这个口味是最传统最传统的 以前三四十年前就有的口味 其实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所以我们就会推出各个口味 像现在研发到十种了 就是希望说可以让每个人 都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味道 总爱天马行空 那胆研发创新口味的八年金女生 艾延汝 是老米香厂的三代接班人 毕业后原本香烤公职的她 不舍家中一甲子的米香事业被淘汰 于是她意间扛下所有重责 企图翻转传统米香的刻板米香 我是从小吃米香长大的 对 从小就是耳濡目染 就是看爸爸阿公 就是在做麻烤 做米旁 所以我对这些产品 其实都是很有感情的 爸爸他们这么辛苦的 把心力都投放在这个事业上面 那我觉得应该要让他 让更多人看到 像这个口味它很特别的是 文山包种茶粉口味 那这个茶粉的话 我们是特地选用台北平邻区的茶 那它是用整片的茶叶 下去做烘焙之后再把它磨碎 所以它就是非常原汁原味的 这时工厂里茶香早饮浓郁扑鼻 米香也被染成淡绿色 千万别小看这每一个 看似大同小异的环节 不但全靠人力 而且原来米的原料制成是如此费工 米香大家都会以为它很简单 就是米采收起来 可能就可以直接做成这种成品了 那其实不是 它需要先采收 它还要晒干 晒干再把它的外壳拈开 这种成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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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汤啊 酥汤啊 这样啊 这是第二次的啊 它还要进过来第二次啊 它还要进过来第二次啊 不是不好的 这要再继续啊 要再还要再继续续维才可以 龙虎鸡去除稻骨后 还得经过鸡母鸡去掉培芽 在里面会有一个网子 然后一直逆直针 很逆直针的螺旋 把它给抵压出来 就这样在这机器中 来来回回七到八次 才可以把稻米免制成薄米 接着再透过色彩选别机 把外观不佳 不绑满的统统筛选过离药 最后再用洗蜜机抛光透亮 变成我们平常所吃的白米 洗蜜机里面会有一个 穿物性的水柱 然后进行再一次的洗蜜过程 把白米变得更清淡剔透 白米洗蜜突平后 再把它们通通拿去蒸笼里吹熟 与赖家合作将近40年的 原料厂老板娘再三强调 时间的掌控相当重要 不能蒸太透 七八分熟恰恰好 而且非得用天然日晒 绝对不烘干 天然的晒起来 那个品质比较好 你如果用烘干的成本 第一是成本 然后烘起来 那个米会断掉 那个热度太热也不行 没有风也不行 像这种天气 有太阳又有风 来晒起来 那个米都不会断 而且又饱满 又比较漂亮 做起来的米香就是 吃起来就不一样了 我们试过很多米 就是用这边的米 做起来的米香 米香品质是最好的 然后它这边的阳光也很充足 这个必须要靠太阳光下去 把它晒干 选用云林西螺在地的蓬莱米 制作米香 这几年 它们更锁定养生商机 这款黑米就是它们 共同研发出来的 其实这个中间 我跟老板娘已经 商讨过很多养生的东西 就是泥麦 艺人 这个都有试过 后来都是黑米做起来 它们的口感是最好的 有没有我们叫姜惟 这样喔 有一次 在做这个黑米的时候 有一个黑米桑 在这个运动 好早的运动 经过来吃 聞到香味进来 拿起来吃 为什么为什么这香味很好吃 很香 我名字还要带我来 要来帮忙 那个都不认识的喔 从这边走过 闻到这个香味就进来了 黑米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 慢慢拖去水分 才能晒出 犹如黑珍珠般的散耀色泽 这个进口的煮起来没有香味 而且又比较硬 我们台湾的品质比较好 本来我们台湾黑米也是从进口开始 然后卖相很好的时候 再推广台湾人下去种 但是种起来真的比进口的好好好多 这个必须要晒三天 要完全没有水分 然后才比较可以放 曝晒完之后 还需要再把它碾拍成一颗一颗的米干 那才能送到我们这边 来做成米香的原料 有了养生黑米当主体 当然也要来点南瓜子 杏仁片跟黑芝麻 最后再淋上北港道地的冷压麻油 意外蹦出不一样的味觉火花 我们有曾经遇到麻麻她做月子 她可能就跑来跟我们买麻油米香 第一个她可以当成零嘴师 不会觉得说 好像每天都在吃一样进补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比较 冬天的话也比较古人 吃麻油口味的米香 也可以达到一样的味觉体验 像这种零嘴般的迷你size 就是贴心的赖盐乳 经过不断的调整修正 才切出最好入口的尺寸 一口一颗超刷嘴 就连外包装也注意到细节处 如果是用一般那种 市售常见的透明塑胶袋 它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开始慢慢有软化的情况发生 那这样其实米饼最重视的就是口感 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已经算是瑕疵品了 所以说我们有特地 选用这种铝箔材质的包装 它的抗氧效果会比较好 赖盐如接手后 不仅把包装精致化 就连传统米香的外观也脱胎换补 摇摄一变成了甜蜜蜜的爱心款 果然成功夺回年轻人的婚嫁市场 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 你要叫他用米旁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太愿意的 因为原本的传统市场的包装 它是比较俗气 应该讲俗气吧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年轻化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可惜 那不如我们就是先从外观上 把它做一些改变 但外观上的创新 绝非只是换个模具那么简单 像这款超萌的小熊造型 可说是让它们吃进口头 不但给强快跟时间赛跑 而且最困难的是压磨成型 像熊熊的话 我们就要想办法 怎么样让它的轮廓是完美的 不然如果缺一个角 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觉得它很可爱 所以我们从当初的开模 开模就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材质 我们还自己去书局买黏土回来 试做模型 然后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可行 然后再去请老板帮我们开模试做 憋出心裁的婚礼小物 彻底颠覆了大家对米香的传统印象 更完美结合了米香的寓意与美感 往季时一天可以卖出上千只 订单销量也比往年增加30%到40% 以前还没有转型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是走传统市场为主 那传统市场的话 它的淡忘季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然后大概一年的营业货都落在大概1500万左右 对啊 然后如果说经过我们后面的转型 就是不管是网路上或者是其他的传统市场的通路 我们都是更全面更普遍 大概会从1500万到增加到2000到2500之间 因为我们后续有再结一些专业的代工 代工是以前没有做的 传统的老手艺结合年轻人的新思维 赖言如说 正因为自己对米香有种强烈的使命感 所以他一路走来曾经觉得累 做这么多就是希望上一辈传下来的米香滋味 能让更多人尝到 也期盼米香世家的美名永续流传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